大顆雞蛋 蓋上單餅皮 這是逢甲的知名美食 還有鵝阿增也一定要配上雞蛋 早餐店更是不能缺少蛋 但是雞蛋傳出漲價 創八年來新高 我們來到菜市場 白雞蛋一斤43元 紅雞蛋更貴一斤要47元 讓許多婆婆媽媽大喊吃不消 根據農務會的資料 107年1月到7月份 雞蛋的產地價一台金都在30元內 以3月份一台金23元最低 8月份開始因為遇到823水災 全台淹死40幾萬隻凳雞 因此價格飆到一台金31元 從去年10月份到今年的1月 價格都維持在33.5元 對比去年最低價到現在一台金33.5元 漲幅超過4成 甚至好多餐飲業者抱怨 有錢也買不到雞蛋 農務會坦誠 以現在每天雞蛋的產量 大約2000萬顆 但是每天雞蛋的需求量 卻要2100萬顆 等於每天少100萬顆公補應酬 現在年節前的量的需求又大 雞蛋的用量需求很大 所以蛋商都敞活到貨 農委會澄清雞蛋的價格 沒有外傳的飆新高 但是從去年823水灌之後 價格一路飆破30元 再加上蛋機減少 許多機場只剩下老母雞 兩三天才下一顆蛋 公補應酬的狀況之下 許多業者好幾個月前 已經開始追淡 30新聞連接問知名唐許書偉 台中彰化綜合報導